这个端午节刚过 今天一起来说一下这个粽子 一直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粽子 近些年好像有了一个加速竞技之势 据统计 15年中国的粽子市场规模为49亿 到了19年是增长至了73亿 预计到2024年规模将会增长到102亿 与此同时 作为粽子产业的龙头就是五方斋 他近日披露照顾说了 预披露稿 你在上交所主板上市 那分析人士就表示 如果五方斋顺利成为粽子的第一股 市值很有可能会破百亿的 也凸显了粽子的巨大能量 事实上 粽子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强大得多 来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历史 2000多年以前 其实粽子就已经在中国出现了 每逢到端午佳节 包粽子吃粽子 就成为了中国人的习惯动作 09年端午节 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正式 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这也是第一个被认称为 世界非遗的中国节制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端午节是一个很有文化传承的节制 这也使得粽子 不知不觉地就带上了一些民族色彩了 近些年 国朝之风细绝而来 天然具有传统文化属性 情感粘性超强的粽子 受到品牌方的青睐 化身国朝的生力军 比如说故宫曾推出说 兵教来了系列的粽子礼盒 那礼盒的设计 启发于乾隆玉制宫廷的法朗冰箱 那借助这一款粽子礼盒 故宫用紫金城 夏季采冰 冬季储冰的这个历史 知识 为自身的品牌影响力加分 而且还宣传了故宫自有 冰教餐厅 可谓是一箭三雕了 没错 那么还有这个中华老字号杭州 知味冠也推出过一款名为 爆炸礼盒的粽子 同样是他在这个礼盒上面 大作文章 他用一些立体的图画的结构 展示了赛龙舟 绣香包 细中奎 虎镇五毒等等 这些端午传统的故事 对于消费者的吸引力在于 既知道了美味的粽子 又可以顺带了解端午节的 其他传统异能 是非常有腔调 国朝推动不只是获得了 中国消费者的喜爱 还深受海外华人欢迎 截至到6月9号 也就距端午节的4天 仅仅是广东黄浦海关 就已经监管出口粽子 350余吨 那媒体都直呼 粽子开始占据 内外华人餐桌的C位 值得注意的是 粽子消费不只是在端午节 其实平时也有很多的需求 生活中有不少人 都把粽子作为一个早餐 或者晚餐 一年四季都有吃 他换句话说 粽子已经跟这个包子 油条面条面包似的 都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 一个刚需食品了 想一想 好像真的是这样 那么这个需求的变化 已经传导到了出口端 浙江的一家食品公司 已经有四批肉粽的样品 发往了日本 那么这一家企业 将会在今年的七八月份 进行一个出口粽子量产 预计生产规模会达到70吨 为了追逐海内外 蓬勃发展的消费需求 中国已经是建立了 一条完整的粽子产业链 包括糯米种植 粽叶 粽子生产销售等等 那么据这个目前的数据统计 中国的粽子相关企业 大概是有5295家 2020年企业注册的高峰期 新增了1026家 同比上涨了7.7% 如果说粽子的广泛需求 使其起到一个 抗周期经济周期的效果 那么不时引爆的社交话题 则为粽子打造了一个流量高地 甚至不用花钱就能引爆卖爆 那么上个月五一假期 那一歌手就是林一伦 他就被堵在加薪服务区 索性开始逛吃逛吃 他发布的微博 也迅速冲上了热搜 林一伦就直呼说 我们加薪服务区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其中就提到了这个五方斋的粽子 要知道林一伦被堵在这个高速路上 相关的话题这个阅读量是破了意 要是这个相关的厂商 看到了这条热搜的话 估计能够消出声了 其实重点就是在于什么呢 是在于这样的一个社交话题 能够第一时间就切入到消费场景 这是因为几乎全国 任何一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 你都可以见到加薪粽子的身影 明星流量是可遇而不可求 成千上万的自来水也是不容小觑的 光是娇人包粽子不能够持续地引爆话题 在抖音平台粽子这个话题 总播放量是超过32亿 播放最多的五个视频 除了一个是搞笑的 其他全都是包粽子的 那么除了对年轻人 年轻人对于这个甜咸粽子的争论 或者说用红绳掉粽子 寓意高中的这个高考起伏谐音梗 甚至是品牌方各种求情求奇的 另类粽子都能够引起广大网友们的极度关注 原来是把这个吊起来是高中 高中的意思 是有意思 这个甜咸党之声呢 咱们今天就暂且不论 先说说这个祈福梗吧 这个并非是中国人独有的一个玩法 举个例子说啊 这个缺朝旗下的Kicat巧克力 它是在35年的时候在英国创立的 73年的时候传入日本 在10年以来 Kicat巧克力在日本的销量是增了50% 你要知道啊 这个日本的总人口只有1亿多 为什么一款这个巧克力是如此的热销呢 原来它这个Kicat的名字 和九州地方的方言里的必胜是谐音 因为这个意外啊 它就Kicat成为了九州学生 考试必备的吉祥物 就是考试之前 你必须要吃一块这个巧克力 就像咱们以前吃这个什么 一根油条两个鸡蛋是100%的 对 所以啊 这个后来就越传越广 也就演变成了一个全国籍的现象了 粽子寓意高中啊 能不能创造如Kicat巧克力 这样的营销奇迹还不好说 但是对销量的提升是自然而然的事 至于品牌方层出不穷的另类粽子 更是直接刺激年轻人 激起网络话题 引他们去尝鲜啊 进而提高品牌的活跃度和影响力 那么星巴克也推出了这个叫星宾粽 那魏龙也推出了辣味的粽子 猪大老都是猪老大推出的这个黑松露 黑猪肉粽 那谢霆锋旗下的这个丰卫制作也有鲍鱼粽啊 榴莲西施也推出榴莲粽等等 这些都堪称是其中的佼佼者了 这些产品有的你可能觉得还比较难吃 但是市场的评论就认为 其实这样的一些负面反应 反而会引起一些反弹 你对一些网红的粽子越是反感 你拥抱经典味道的粽子 可能就会越积极 另一方面呢 你的反感如果是分享在了这个社交网络 可能也会引起更多人的好奇 进而去一探究竟 那正是这些社交话题啊 引爆发酵在传播的这个过程当中 对于粽子的各种消费需求就被打开了 而且也是最大限度的可以满足 粽子啊也就越买越多 行业巨头是笑到了最后 我要看网红粽子品牌 夺人眼球脑得欢 眼下正是吃大蛋糕的还是行业巨头 在中国粽子市场 五方斋号称是江南粽子大王 关键是五方斋处于中国粽子消费的黄金地带 也就是华东地区 相比之下呢 购买力第二名的华南就要逊色多了 在一些人看来呢 这就是消费者更爱国产老字号的表现 当然了 这个五方斋也没有固守这个老本 相反啊 他又是拍电影 又是玩疯狂的联名 还借着这个网红服务区的红利拓展市场 引得这些媒体也是直呼啊 老不正经 简言之啊 其实这个流量助攻卖货 为品牌持续增值 那一套五方斋照样是玩的非常溜 除了五方斋 同样来自嘉欣的一个超过80年的粽子品牌 叫真真老老 在粽子品牌热度排名 第二位和老不正经的五方斋啊 不同 真真老老一边是默默给良品铺子 河马等代工 一边是关联大批的网络主播卖粽子 被媒体形容为是闷声发大财 尽管五方斋真真老老的表现非常的抢眼 但是在粽子市场竟真是一激烈 主要是去这些带有明显区域标签的品牌当中展开 而巨头的课题是走出自己的大本营 开拓其他市场 其他区域 有效地来发挥品牌优势 正因如此啊 五方斋的上市 不但不是一个竞争的终结 恰好是一轮新的战役的开始 我们下期再见